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蛋仔岛中的第一种地雷 是悬浮在街边的地雷 把它丢在地上 会产生一个地雷 而蛋仔岛中的第二种地雷 它是出现在大乱斗战场上的超级地雷 把它丢在地上 会产生十个地雷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蛋仔岛中的地雷 只有两种分别为超级地雷和地雷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蛋仔岛中 还隐藏着第三种巨型地雷 一百只蛋仔加起来都没它大 你们难道不好奇 隐藏的第三种巨型地雷 它究竟被官方藏匿在蛋仔岛的哪里吗 众所周知 街边的地雷非常危险 在它的上方有爆炸标志 如果你在蛋仔岛中也玩过地雷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蛋仔岛中的地雷 它非常诡异 它不仅可以爆炸 还能进行改装 曾经官方就把街边的地雷进行改装 变成了地雷悄悄把攻蛋仔玩耍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隐藏的第三种 一百只蛋仔 加起来都没它大的巨型地雷 它究竟在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的老板本中广场上 发现了被官方隐藏的第三种巨型地雷 它比一百只蛋仔加起来都大 蛋仔在它面前小物楼椅 所以这就说明 其实在蛋仔岛中地雷共计有三种 分别是第一种地雷 是蛋仔岛街边的地雷 和第二种地雷 是大乱斗战场上的超级地雷 以及第三种地雷 就是巨型地雷 它被官方隐藏在蛋仔岛的老板本广场中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